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雷军为小米造车而战 后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看到昨天小米是正式宣布 进入到了电动汽车的领域 公告就指出计划成立子公司 来负责智能电动汽车的业务 首期投资是有100亿元人民币 并且预计未来10年会投资100亿美元 雷军会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 首席执行官 而且他在这个会上就表示说 这将是他人生当中 最后一次重大的创业项目 而且愿意压上他人生 所有积累的战绩和声誉 为小米汽车而战 说的也是非常的气势豪迈 那小米造车其实在早期 在我们的市场当中 仿佛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那每一次有一些消息传来 然后最后呢 也会觉得说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这一次的一个发生 算不算是给投资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呢 那后续的发展我们要如何来看待 依旧是未知 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后 我们可以更加的乐观 去看相关的消息呢 目前来讲我们只能说 小米现在就是之前是辟谣 那现在是确定了他要造车 昨天整个雷军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 其实也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说他这是第四次创业 那竟然可以是说 讲了几条理由啊 我们看到第一条他说因为小米有非常强大的 这个投研团队也有1万人 第二呢就是全球前三的这个手机份额 相对来讲还是非常有声誉的 第三呢就是他整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就是这个智能生态 第四呢就是有非常雄厚的这个现金储备 1080亿元这个现金在这个账上 然后他愿意未来十年投入100亿美金 但是作为投资人呢 我们还是会想就是辛辛苦苦卖手机 卖这个智能生态赚了钱 难道要去这个造车去 去这个为造车来去亏吗 还是有点担心 但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新的方向 小米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 在华为整个这个欧美市场之后呢 其实小米基本上拿了它很多这个市场份额 所以你看到欧洲的很多这个市场 已经排名是第一了 那基本上我们觉得 这个在手机进一步 能够拿到市场份额这个概率 空间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 所以它一定会寻求新的一个发展方向 小米造车呢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的新闻 包括比亚迪啊包括恒大啊 其实很多这个车企 其实都在这方面做出一个努力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 相对来讲是有前途的一个领域 那么谁会首先站船 之前传言小米会和这个长城合作 那这一次发布会呢 它没有确认这样一个方向 它说它会自己做 那不知道之后会不会跟这个传统车企 有一些合作 我们希望当然是越快也好 这个墙前联合 整体来说我们对小米造车 还是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虽然可能它的这个投资周期会比较长 但希望它能够借助自己 确实比较强大的一个销售 这个目前来讲 我们觉得小米在这个整个米粉的 这个心目中啊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品牌形象 也就是说价廉物美 相对来讲品质还是过硬的 那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在小米造车这方面 能够得到延续 那从而带动它的一个消费 目前来讲我们还是相对乐观 你看到小米这个 发布会之后这个股价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 让人欣喜的哈 虽然之前有一阵的这个抛压 但目前来讲我们对这个造车行业 虽然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像恒大这个作为一个参照物啊 做了很长时间这个PPT造车 始终没有建到车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在近一两年之内 可以看到这个乘车 真的可以呈现在我们面前 甚至可以投入市场 所以还是保有很高的一个期望 市场还是还是给予很高的期望的 而且呢我们也是看到在小米方面呢 同日举行的春季新闻发布会上 而且它也是公布了这个折叠屏的手机 等多款新品 而且小米是采用了自研的ISP芯片 澎湃CI 那看到小米还正式地启用了 全新设计的logo 新的logo可以说整体变化不大 那从原来的一个方形的造型 变为了一个圆形 那大家现在就享受了 手机加汽车两者一起合并的话 未来会如何催化股价呢 我们看到股价方面 今天早上是冲高到27元的一个位置 但是马上就有所回落 所以也是想看看杨总的一个看法 那大家目前的一个情绪对于这个 手机加汽车的一个相关消息的催化 会如何在股价上面去体现呢 目前如果单纯看手机的话 其实还是相对利好的 虽然整个第四季度 我们看它整个这个增长的趋势 还是非常可喜 我们看到第四季度 基本上实现了稍微数以上的一个增长 那在1月份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它略微有点落后于这个Vivo 但整个这个一季度还没有过完 相信一季度还是可圈可点 那加上造车呢 其实会有一些疑问 因为毕竟造车是一个投资 这个周期相对比较长 而且投资前期的投资成本 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虽然有一些担忧 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整个大盘 就像今天还是这个受大盘的一些拖累 它股价有所回调 尤其昨天美股相对来讲 表现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美债又开始上了高位 所以我觉得影响了今天的气氛 但长年来讲我觉得 一二季度仍然是这个小米手机 能够给大家 尤其是新品 虽然这个折叠手机我们相信 可能一时半会儿在市场上 其实是买不到的 它这个产能没有上来 基本上都是 都是很多这个内部消化的一个渠道 但是长年来说 看它这个普遍它的手机 我们看去年这个年报 它这个手机千元以上这个价格 微微有点提升 整体来说对手机的这个预期 我们还是很高的 因为现在汽车方面的投资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 公司也没有给 它也自己讲说 一月份才开始确定 有这个造车这个行动 虽然我们不太相信 这个肯定是酝酿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相信的投入可能会在 接下来一年才能够逐渐显现在一个 显现在它的财报上 目前来讲对它的这个业务不是特别确定 现在的一个方向 但是一二季度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尤其我们在第一季度发了这个 它一些这个经营数据之后 整个二季度 我们还是对小米的一个销售数据 是合关预期的 所以它的股价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看高一些 我们还是可以看高一些 那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杨总我们看到 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 新华社是有一个发文 也是给新能源汽车降温 虽然是禁止恒大汽车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去品味的话 可能也会觉得说 有一个整体的意味 就是说整个行业生态 可能在政策的一个支持令度上 也许会未来缩水 那之后企业融资方面 可能在造车这一块 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小米此时的一个进攻 算不算是抓住了 最后的一个政策红利呢 还是说它布局 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话 实际上它是整个生态系统的 一个重要一环 因为它又发明自己的一个芯片 而且也做手机感觉是未来 好像是在整个的这种生态当中 是有一个布局的 所以您会怎么来看待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我觉得政策这方面 小米之前肯定是没有预期到 就是国内政策相对来讲 这个方向会发生一些微调 那其实这个并不是 针对所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 大家可以看到 去年整个这个内旋号外循环 作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新模式的时候 其实内旋环被提在 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内旋环其实就是一个内需 那内需如果大家比较熟悉 我们整个这个GDP 大的一个组成的话 就知道 其实汽车作为一个 联动上下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永远都是在内需政策 最受益的 大家可以看到 0708年那个时候 汽车加电 这个上山下乡 这个政策 其实这个汽车 它可以联动整个 比如说钢铁啊 橡胶啊 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需拉动的一环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 我们只是相信政府 其实只是对新能源汽车过热 提了一个行 并没有说对整个这个行业 比较根本性的一个政策的变化 相对房地产 其实汽车仍然是政府 相对愿意去扶植的一个产业 尤其是跟国外的 行业来比 我们其实国内的汽车 还处于相对来讲 比较需要这个政策 支持的一个地位 那这是第一点 就是政策方面 我们相信没有这个微调 第二点呢 其实如果在正 这个尤其是信贷方面的变化 其实小米确实还是 有非常高的一个兽性 包括他自己有非常雄厚的 这个现金土倍 我们并不是特别担心 他跟恒大走的是一样的路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倒是觉得 可以放心的投资人 这一点呢 我其实整个小米造车呢 我觉得其实是在 他整个生产系统 是构建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 从尺酸用度 整个这个使用来讲 就是你回家 可以有这个小米的致命家居 现在比如说 已经开始安装 这个小米的致命家居了 非常非常好用 那你出门出行 可以有这个小米的这个汽车 我觉得其实是构建 他整个完善的一个 一个封闭的一个 这个智能系统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觉得其实雷军这一步 还是有他一个长远的一个打算 所以也是生态系统当中 重要的一环 而且您刚刚提到 这个智能家居嘛 我也听很多朋友说 就是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你把这个米饭 放在这个电饭锅里 用手机调控 回到家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 所以说很多这种细节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 未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都有体现 所以这个造车这一方面 也是重要的一环 不能缺少了 那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 相信大家不得不谈论的 还是比亚迪方面 看到在业绩之后呢 大行认为呢 比亚迪首季的业绩表现呢 其实指引是比较疲弱的 那瑞信 花旗以及大和都提到 原材料价格上升 是削弱盈利表现 瑞信就指出 首季盈利指引呢 只是达到了市场全年盈利 预测3%至5% 所以是调低 今明两年盈利预测 大约7.5% 目标是由310元 是下调至280元 花旗就认为 手机业绩指引是低过月期的 也是属于合理 主要也是受 新能源汽车销售的 季节因素影响 花旗相信 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 会维持动力 销量可以达到40至50万架 市占率会有所提高 那野村就相对乐观一点 认为比亚迪 今年继续有新车推出 拥有一个刀片电池呢 也会吸引到新生代的 一些工厂的参与 以及呢 是潜在的分拆半导体业务等等 都有望是在股价方面 带来催化 那您会更赞同哪些观点呢 对于比亚迪这些方面的话 我们后续会有怎样的 一些新的看法呢 比亚迪的股价 或者说比亚迪 整体的业绩来讲 还是相对保守的 因为在去年 我们看到比亚迪 不管是这个A股还是H股 它的这个股价 这个涨的幅度都非常大 当时还是主要借助 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反转 其实本身它的业绩 基本面发生的变化 并不是非常大 并不是非常超预期 那其实借助电动车 这样一个热潮 你会发现 其实国内非常多的厂家 包括这个吉利啊 长城 基本上所有国有厂家 都在做这个新闻员 也就是因而上 包括我们新的这些品牌 小鹏啊 未来啊 这些 你会发现 其实比亚迪以前年以为荣的 它在整个电动车 独一份的这个优势 已经不够存在了 那在今年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竞争 一定会越来越大 不仅有传统的这种车企进入 也有新兴的未来 这个车企 这个电动车 比如说未来这个小鹏这些 同时还有一些跨行业的 比如小米和恒大 他们要进军 所以竞争会非常激 相对来讲 比亚迪在这方面 我们看不到特别高的一个 这个门槛 所以它对它的股价也好 对它的这个业绩也好 我觉得下半年 都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可能跟上一年来去比较的话 这个压力会逐渐显现 尤其是竞争方面 说到竞争呢 也是想跟大家再聊一下 这个长城汽车 长城汽车刚刚杨总也提到了 本来可能跟小米 是有一个合作的 但是最新是没有公布 那我们看到 在长城汽车业绩方面呢 是赚多19% 盈利是超过了 53亿元人民币 营业总收入都有升近7.4% 至近1033亿元人民币 毛利率方面是增加了 0.38个百分点 不派莫奇希 那长城汽车就表示说 会加速转型 从汽车产业 转重心到芯片产业 转型呢 也是成为科技出行公司 同时不断地突破 核心研发技术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 高领也是现身到 长城汽车前10股东当中 持股市值是近3亿元 那高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出现 会不会给投资者一定足够的信心 高领看好的 是不是也是他往芯片的这种 出行去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呢 未来这一方面的想象空间 到底有多大 对 确实高领在过去一年 这个投资业绩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形成一个趋势 只要高领偷的 大家都去跟头 基本上都能转 那今年这个故事 是不是还会延续 因为整个经过前面 一两个月的市场的大幅调整 我们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 一些热门股 它也经过这一轮市场的大幅下跌 可能也剔除了很多水分 那对于长城汽车呢 其实整个高领它的投资 对于它来讲 并不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投资 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的来看 其实长城跨界到芯片那里 我们看到现在是很多这个 企业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就是大家觉得做传统的 这个相对来讲 非常劳动密集型 或者非常传统的一个技能 可能很难出圈 大家希望去跨界一下 能够披上一些高科技 这个互联网的一些这个帽子 大家可以这个升级一下 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其实长城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是大概率 还是会跟这个小米去合作 因为小米整个这个方面 其实完全可以算上是 这个强强联手 行业的地位也不错 所以对于长城目前的业绩 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的 它前段时间 其实股价已经大幅涨了一轮 那这一轮调整之后 我们相信可能还是借助于 目前首先是基本面要过硬 还是希望看到几个月之后 这几个月的销售 能够交得上线 那其次呢 如果有这个芯片 或者是AI方面的一些投资 能够带来新的一些投资 投资借口 投资机会 我们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下 对长城来讲我们其实大家 如果看市场比较长的 其实从2008年之后呢 其实它的股价有过几次 这大幅上涨的机会 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流动性 还是非常好的 每一次这个上涨 其实幅度都很高 我觉得今年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那我们从技术图形来看的话 大家也看到了 股价上有一个W底的 一个情况出现 也是看到可能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起稳了 所以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图形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在这个位置 进行一下布局和参与呢 对 技术图形我们确实可以这样看 大家还要结合一下成交量 那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市场出现大幅下跌 其实确实有一些这个资金在抽离 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如果循序渐进的这个资金在流入的时候 尤其是流到这个汽车领域板块的话 其实长城是一个首选 我觉得前面两只股票 其实都是会有长城的位置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量如果增加的话 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会不会有更多的资金 流入到长城当中 如果量再增的话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示 大家可以进行一下这个部署 另外呢就是在东风集团方面 那也是刚刚公布完业绩 去年是少赚16% 也是回应了上市A股的一个计划 而且是不派墨基西的 去年盈利是降至近108亿元 人民币收入增长近7% 是有1079亿元 毛利率方面是有14.5% 扩大了1.2个百分点 对于它的这一份业绩表现 您的一个观点如何 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数据会有哪些呢 其实东风呢过去一年 我们都是在炒作就是回A股嘛 就是整体来说 大家对业绩其实并没有特别高的一些期望 我觉得这个业绩其实也算符合预期 整体来说对于A股这个计划 如果不耽误整个这个上市流程的话 我觉得其实股价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因为之前炒起来之后 这个股价涨得比较高 我们看这个上市整个进程 相对来讲有一点慢 那之后这一轮调整之后 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但它可能这个股价的波动 可能相对来讲会短一点 那我觉得作为短期的一个投资标的 大家是可以看一下 长远来讲因为这个商用的 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下 但是整体来说 因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对这个业绩我个人来讲 还是比较保守 那我们也是对这支个股的话 可以更加审慎地去看待一下了 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杨总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